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讀讀好三星期的水泥压化路面 究竟是道路还是溜冰场 有下雨或是没有下雨 我觉得这个材质就超级不好的 就会很容易滑倒 难投草屯形象商圈 5月27号才遭投诉污水下水道买管工程 与大雨工程沿荡满地泥泞 几经波折道路终于铺好了 爱轰重看不重用 南投县府派人会看后 决议先在路口转弯处 放置减速电减少摔车率 当初花了一百二十万 施座长约八十公尺 每轮每换的水泥压化路面 无奈才亮相没多久 又得烧掉四十万 砍掉重链 下来一旬无故 陈一杰南投报道